小小一块土地居然能够有这么大的收获啊 受伤不错 是你主动上奖还是被动上奖 神经 一分根据一分收获 想要自己整去 你现在走对了风神 你已经没有好鼓子去了 风中你的神经病 我起一阵凉风 等等 我包里的东西怎么追风飘走了 这哪来的腰风啊 我的篱笆 我的作物 全没了 你以为呢 我可是第666代风神传人 吹走你也是今天松松的事 我看你是疯子传人 把我的菜还给我 不然就出头不张眼 这是完全没把我负在眼里呢 这款大龙卷风把你吹个十万八千里 你靠近我都做不到 比风更快的是什么 那就是子弹 你不然别怪我不义 不把菜还给我 我就请你吃香子 尽管放马过来 召唤大龙卷风不停 你说子大了 周围的方块全都被我卷走 但是你不要看看 不去 多年新鲜的房子一遭龙卷风啥也不剩 不算是看出来了 就表面妥妥的灾难 天灾是人祸 必须从根本上防止 哎 打不过又不甘心 哎 小姑娘 那边的小姑娘 你刚刚说风神传人 嗯 谁啊 谁在那边啊 你是谁啊 怎么被关在这里的 说来话长 我还是长话短说吧 我啊 就是你口中的风神 什么 原来是你教的表妹啊 哼 不是不是 你别急啊 听我说完 今早到处遛弯 不小心把这神力丢失了 一皇大帝一说我玩乎指手 就把我关起来了 你帮我找回神力 我给你封后的报酬 报酬 倒也不必 只是你那神力啊 卓西厉害 我完全没办法靠近表妹 又怎么能够拿回神力咧 这也好办 我有能够对抗风神能力的三种神器 就藏在雪山 具体在哪儿 我也不记得了 啊 就你一路顺风 哼 感情我就是个跑腿的 但是为了教训表妹 拼啦 雪山那么大 风神的老东西也没告诉我具体藏哪了呀 还得我自己到处找 众如太深 有了这个 我就可以不被表妹吹飞啦 还剩两个神器会在哪呢 这大冷天的 我也没多戴一件过冬衣服 嘎嘎冷 那边好像有点不对劲耶 不愧是我 怎么这么好都没有发现了 神力失控 能够让表妹控制不住自己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剥夺神力的神器 之间不见踪影 会在哪里呀 什么东西以为阿兰叫得吵死人啊 雪怪 你说的那个神器 早就被我吃进肚子里了 哼哼哼 我是不可能给你的 这玩意儿刀枪不住 只能智取 天理事咯 那我就有办法让你给吐出来 先创造一坨扁扁 臭死我 冲死你啊 扁扁威力的 把雪怪都给熏吐了 所有神器极其 呦哼 喂 一寒猫 你那表妹仗着自己有能力 在村里胡作非为 你快来管管她呀 可恶 我立刻就来 你有了能力不好好干事 非要当二把是吧 太不像话了 这不是我的手下外相表紧吗 用来送人头 那就让你再体验一下吧 带风吹 哼 我又重如泰山 你根本劝不动我 那就是个龙虎 等的就是这个 神力失控 你现在没法控制能力收回 也没法动了 你就老老实实地叼虚空吧 哼 真洁气 怎么会这样 不应该啊 我不服 你也显到风神的能力不归还 害得风神被玉皇大帝罚 得到了能力还招摇撞骗 欺负百姓 你活该 我多神力 好了 现在赶紧的 跟我去跟风神道歉 风神 你的能力找回来了 还把罪魁祸首带过来给你道歉 她还是个孩子 你千万不要放过她呀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乱捡东西乱欺负人了 你还把传救呢 我来和忍宝宝杀 我来和几晚 我来和此转你 我来和訪我 我来和两个人 我来、三个人 我来和三个人 我来和我现在 谢谢观看